一望无际的沙漠里 放眼望去这一团团植物 宛如棉花球 走近一看才发现 它们比人还高 名为缩缩 穿成上百年的缩缩树 以奈旱闻名 能在毫无水分的情况下 存活好几个月 甚至能承受摄氏 58度的高温环境 未看似了无生命的沙漠 注入一片绿意 过去沙乌地阿拉伯人 利用搜搜树干作为燃料 嫩牙用来饲养动物 而现在面对气候变迁 搜搜树扮演起重要角色 我们可以试试链 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木材 为了减缓土壤流失 降低碳排放 沙乌地阿拉伯政府 以向绿色计划 预计在未来十年 种植100亿棵搜搜树 更要与其他中东国家合作 达成400亿棵的植树目标 让搜搜种子 在广大沙漠中发芽生根 保卫地球家园 大家希望好反正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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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芽生根